所以约翰是祭祀的儿子 约翰的父亲名叫什么 撒加利亚 撒加利亚是在圣殿里面做什么 做祭祀的 所以约翰是从母妇里面被圣灵充满的 约翰是被生在祭祀的家庭里面的 约翰是从小明白律法的 约翰是神差来从母妇被圣灵充满 比耶稣更早生在地上 来给耶稣做设立的这个工作 所以约翰跟耶稣设立 当约翰给耶稣按理做祭祀的这个时候 形式上好像是普通的一件事情 给耶稣施洗 其实上帝对约翰说 圣灵降在谁身上 谁是用圣灵施洗的 那一位就是基督 你要为他施洗 当约翰给耶稣施洗的时候 我相信他不会违背圣经 他是照着圣经里面 谁是从上面浇灌下来的 你们今天受尽的人 你以为受尽在喝圣经 那你自己负责人 但我的信仰 我相信圣灵是从上面浇灌下来的 圣灵不是在下面 是从上面浇灌下来 所以谁从上面浇下来 这就照着圣经的教训 圣灵就从上面浇下来 当耶稣受洗的时候 圣灵就如同各自降在他的身上 就有天上天开的圣灵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许悦的 你们要听他 圣灵降下来 所以我给人施洗的时候 我说我用水给你施洗 预表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 这是受水洗 是受灵洗的一个代表 又汉用水洗 是为耶稣铺路 耶稣用灵洗 因为耶稣是叫人领受圣灵应许的那一位 而圣灵从上浇灌下来 从上浇灌下来 所以这个浇灌用水代表圣灵浇灌下来 耶稣做祭司 是三十岁 遵循立法 照着立法的规条 受了案例 而上帝用世洗的案来案例他 第二个问题刚才提的 耶稣如果不来做人 他能不能了解我们的痛苦呢 能 但是他照样要来做人 要使我们明白 他愿意明白我们的痛苦 要使我们知道 他体恤我们的软弱 要使我们知道 他经历过我们一切的痛苦 所以受了十的苦 忧放之子 常经忧放 多受痛苦 为我们受尽许多的灵路 为我们受尽边伤心法 这样呢 他就提恤我们 这就是这一节最后的意思 他既然被试探了受苦 就能大救 那被试探的人 这里提到的大救 就表示他不但明白 他还能拯救我们 不但他了解 他还能使我们救脱 离开 在试探中间的苦难 这样就表示他原来是全能的 如果他不是全能的 只是经历过 他不过了解的话 他就不是救主 感谢上帝 所以这段真理很清楚地把我们引到以后第三第四第五第六 提到的整个祭司在自胜处的工作 所以要明白那他伟大的真理 这是结束前面 却启发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呈现其后的引言 我们大家再读第十六到第十八节 他必不救罢天使 乃是救罢亚伯拉罕的侯领 所以他凡事该以他的弟兄相同 我要在上帝的事情上 成为慈悲忠心的大祭司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 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 就能大救被试探的人 谢谢大家